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现他们竟然可以完全不受外界的干扰 让菩提多罗不禁对这些僧人产生些许的佩服 同时反省自己怎么会如此没有定力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忍耐端坐着 就这样默默地静坐着 菩提多罗原本烦躁不安的思绪跟着沉淀下来 心也越来越平静 只是菩提多罗的功夫实在是不到家 这一次静坐了一个多小时 他的双脚已经酸麻到了极限 菩提多罗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又啊地惨叫一声 亮呛跌倒 一旁的僧人终于被菩提多罗给惊醒了 菩提多罗前去向他们请教 才明白僧人的修行方式 原来是古印度一种希望达成神人合一境界的传统直观法 称为瑜伽 特点是不分时间地点 只要透过身体端坐 调节呼吸 集中精神 就能解脱身心压力 屏除心中的妄念 菩提多罗很满意这种修行方法 他一有空闲 便开始定做 享受心灵上 田径澄澈的感觉 这种修行方法